宝子们 今天这期视频看起来 我敢保证有99%的人都受不了 今天向你们发起的是 我要降低音量挑战 从现在开始 只要有降低音量 退出视频 或者是情绪试团 都算挑战失败 接下来我要播放几种 令人非常抓恐的声音 看看宝子们能挺到第一关 那开始之前呢 我希望宝子们集中注意力 把自己搭入到画面里 这样才刺激 先来中第一个 这声音听着太让人上头了 宝子们你们想象一下 当你的朋友在你的面前 吃多了或者喝多了 然后发出这种声音 简直就是视觉 对屁约的双种打架 像现在这一关 应该就有30%的人坚持不住的吧 剩下的宝子们 跟我一起来听第二种声音 你不是要打呼噜吗 这比我家电钻的声音都大 不还好 对打呼噜我是能忍受的 宝子们你们能吗 肯定有一堆人抓狂的吧 能挺到这儿 说明你们已经超过70%的人了 接下来只要加大难度了哦 咱们来听第三个声音 这蚊子叫什么真做人啊 不像看着我的耳边 生命都都是蚊子啊 不行不行 我要忍住我的脾气 是不是很多宝子们 都败在这一关呢 如果你成功了 那就说明 现在比你超过了80%的人 你的忍能力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强了 成功的宝子们 继续跟我听下去 我就不信你们能忍到最后 他要炸呀 这声音也太刺耳吧 听到我耳朵都痒痒的了 我愿称他为放映界的天花板 这要听十分钟下来 耳朵不得聋啊 你们还受得了吗 受得了的人扣一 受不了的人扣二 让我看看有多少人还在坚持 各位你们现在成功了 到最后一关 由于想让你们有一种 身灵洗劲的感觉 所以琪琪我决定 最后一关我亲自上场 准备好了吗 我要开始播放咯 这个声音绝对让你们受不了了 每天早上起床听到的第一个声音 就是闹钟 当你还想再睡两分钟的时候 你的闹钟不停地在你耳边吵你 这种感觉 简直就是 偏崩地裂啊 当然了 还有比偏崩地裂更惨的事情 那就是闹钟响了两个人 朱浩鹏的声音已经听完了 举个爪子让我看看 还有多少人挺到了现在 能挺到现在的宝贝们 我愿称之为 你是魔神 对了 宝贝们还想参加什么挑战呢 在屏幕区告诉我啊